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不出舱门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不出舱门 总理马西莫夫 第一副总理萨金塔耶夫在咸梯旁迎接 王沪宁 范长龙 栗战书 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汉辉也到机场迎接 哈萨克斯坦是习近平这次出访的第一站 这也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 第二次访问哈萨克斯坦 2013年9月 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 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 受到沿线国家热烈响应 一年半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快速发展 两国传统友谊 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